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蛋 就这两样食材 你会觉得平淡无奇 但是最后做出了长相 不只你经验 拿出来全家人都经验 对 对 OK 老师告诉我们怎么做 这个是伊达卷 伊达卷非常简单 它是日本人里面一个家常菜 OK 而且是天天都要煮 过年必须要吃的一道菜 只是说它的伊达卷 它原本上是用海鲜浆 加鸡蛋 两个结合在一起 是 那我今天把它转速 转速的话很简单 就是我是用的是金针菇 OK 好 日本人 他是用鱼浆或者是花枝浆 去做这样子的东西 对 然后让它有一点点海味 然后又有一点凝固成型 这样子的一些效果 但是小雯老师他在推广一些 蔬食 素食 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呢 他就说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在奶蛋素的情况之下 我不要有鱼浆 花枝浆 我就直接用金针菇搭配鸡蛋 看看能不能够制作完成 好 金针菇买回来以后 你只要一刀切 把底下的木屑地头切掉 整个放到一个容器来 完了以后加鸡蛋 鸡蛋跟金针菇的比例有绝对吗 我是如果在十颗蛋搭一把的金针菇 然后这样吃起来的蛋是非常地滑顺 OK 对 因为金针菇 它其实它它纤维纸还蛮粗的 是 你金针菇为什么不切 你蛋为什么不直接跟它打到杯子里去 我等一下是整个让它变成是 金针菇蛋蜜汁 真的吗 对 好 现在给它调味 我就去加一点盐巴跟胡椒粉 盐巴的话如果是这样的量 这样的量可以二分之一吃 没关系 好 胡椒粉 给它一点基本的咸味 对 你如果想要吃的时候 再去沾一些别的东西 那么你的味道就可以调得稍微 再淡一点 对 那你如果是要稍微给它一点 琥珀色的降色也可以 好 现在要两个让它融合在一起 是 对 你用什么刀头 我现在是用十字刀头 OK 好 在这样子的均职机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刀头 今天我们用的是一个十字的刀头 藉由十字刀头可以有一些切割 可以有一些打碎这样的动作 就进来 好 因为是十字刀头 它在这边能够把蛋汁搅拌均匀 也能够把刚才的金针菇 完全地给它切碎掉 切碎掉 所以它才会说 有点像蛋蜜汁这样子的效果 对 好 那整个都不见了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刚才我们这个蛋汁 跟金针菇已经充分地搅拌均匀了 都没有了 对 可是它本身就是那种 熟熟的效果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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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不用金针菇 对 譬如说 白木耳 白木耳也可以 所以找一些差不多可以类比的东西 就可以来同理可证 对 OK 好 要什么 那我给它 锅中我们先预热 给它两大匙的油 那我们直接要来去烘它 嗯 锅子先预热 好 预热好的锅子 加进去的油 那我们可以用少许的蛋汁 先来试 要先预热 什么叫热 现在还没热 它仿佛那个边边 有一个年开始起泡泡了 对 它微微已经在加热了 只是微微热 对 对不对 还不到你觉得OK的效果 是 到中心点的时候 它现在很多泡泡有没有 对 那就OK了 撑这块的蛋可以去 擦锅子 擦一下锅子 你牺牲小我真是 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 确定热之后就一口气全下 哦 一口气全下 对 我相信 电池机器人的观众 你绝对没有看过 把蛋汁跟金针菇 完全打成汁 倒出来以后连点渣都没有 对 然后呢放在皮拟锅里面 直接去烘 是 好那我等一下先让它缓和一下 对 有点像在做滑蛋的那种感觉 是 但是不要到全熟 OK 我现在慢慢剥一下 好 可以透过 在剥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把接触到锅边 锅底的熟的部分 给它挖出来 是 然后呢 这样子它一些流动的部分 就可以继续地去接触锅子 对 接触受热 反正它还是呈现液态的形状 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搅动它 都不会对于最后的成品长相 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样比较会容易熟 熟得比较快 对 对不对 而且它不会是外熟内生 这样的状况 对 好这时候呢 已经拌熟了之后 是 我就用烤箱 OK 开始烘 好 我们用一个这样子 那种旋风烤箱盖 然后呢 什么温度 我直接用250度 盖上去之后呢 蛋汁是有水蒸气的 是 所以它现在层层是雾状的 雾面看不到 对 好像是开车下雨没开冷气 那你就开冷气之后除雾 有听懂吗 OK 好好抖音 对 好现在开热气之后 它会除雾了 是 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先转小火 OK 最小的火 好 等到热气上来之后除雾了 我就底火就直接关掉了 对 所以现在是有上火跟下火 是 对 如果我不用这样子的旋风盖 我放到家里面一般的烤箱 我是不是也是预热好250度 对 如果是家里的烤箱的话 就是刚好弄好的蛋液 对 对 你就不用炒了 就直接放到你的烤模 但是烤模必须要用长方形的烤模 是 对 然后再放到烤箱 是 放到烤箱的话是用 160度 烤个8到12分钟 OK 你现在在这边需要烘多久的时间 现在只要让它上射就好 然后你现在会发现它的 已经开始除雾了 对 对 除雾的同时当中 我的敌火就可以关掉了 OK 然后因为它有旋风 所以现在透过那个玻璃 可以看得到 里面的蛋汁 还有被那个风 在吹动的时候 都有一些微微抖动 这样子的状态 是 然后可以透过这些的镜面镜去看 就是说它可以膨起来金黄色 那这个卷就好了 OK 现在还是没有上色 只是熟 有没有 现在看的这个部分 有一点点恰恰了 是 速度也蛮快的 很快 因为你如果刚才的话 我们热完锅之后一次全倒 然后再经过让它半熟 用250度的上火 机上不会超过5分钟 对 就会冰 有 上色了 对 开始已经有一些那样子那种 恰恰好像月球表面那样子的那种 纹路出现了 是 很好看 对 金黄色 膨起来就好了 对 我们先打开 好 可能因为它不是蛋糕 所以它不会是只有中间鼓起来 对不对 它的旁边也会有这样子 膨发这样子的效果 我们现在让它脱模 脱模的时候 怎么办 这样子摇就可以了吗 对 左晃晃 右晃晃 这样子可以脱模 左晃晃 下晃晃 这样就好了 你要晃 不是 原本我还以为 你需要哪个工具下去这样子搓一搓 结果小儿老师说不用 因为它本身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在你这样晃的过程当中 对 它有没有 它这个旁边就会已经开始有松脱的 然后呢 东转西转 整个蛋在中间摇 这样就可以 对 然后我们现在透过一个这个鬼帘 一个这样子的帘子 然后把盘子放进去 然后倒过来 一 二 三 好 出来 后面 现在翻翻翻翻 底下我们放上这样子一个竹帘 可以透过一些特写的画面 让你看到 它比一般卷寿司那样子的小竹签 厚很多 對 有沒有 然後這個每一個上面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 是 它不是一個圓籤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 沒錯 所以它的名字叫鬼簾 對 魔鬼的鬼 對 鬼簾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好像聽說是在 明朝時候 到皇上面前那個竹简 留下來的一個歷史文物 你說 聖子刀 對 OK 好 把這樣子的一個 蒸好的蛋 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有捲的動作了 捲的動作 來看怎麼操作 好 捲的時候 我們就是捲的時候是一樣 然後 先 對 壓著 對 掀起來 一面壓 一面把這個簾往上捲 讓裡面捲動 但是簾子不捲進去 是 好 那慢慢滑 慢慢回來 慢慢捲 慢慢捲 捲 捲 對 好 捲回來 對 捲回來之後做一個 翻轉的動作 OK 捲到底了 對 翻回來 對 翻過來 對 好 翻過來這邊 要不要收緊 對 要有一點往後收 這樣子的動作 對 然後再捲回來 捲一圈 對 剛才教哥一直在問說 為什麼要用金針菇對不對 對 因為金針菇會送橡皮筋 對 就可以竖起來 然後這時候 我們怎麼 我們買金針菇送橡皮筋 所以這個時候拿橡皮筋 就可以把我們這個簾子 把它給捲住 對 這時候 因為蛋在烘個過程當中 會透過熱脹 忍縮定型 好 讓大家看清楚 這樣子一捲 有沒有 用橡皮筋 兩頭把它相對固定一下 但是中間 是呈現這樣子一個捲狀 捲狀 看你捲得緊不緊 最後它的長相漂不漂亮 來 這邊捲好 靜置到它室溫了 就會變成我現在手上的這一捲 有沒有 看到它 側面 然後呢 上面藉由剛才那個簾子的紋路 就會產生這樣子的效果 來 我們切給大家看 好 你這樣子做 它不會一餐吃完 會 為什麼 太好吃 實在太好吃了 對 好 那我們就把它切圈 哇 而且它是 有金針菇的成分在裡面 你不講 吃得出來金針菇嗎 你不講當然會不知道 對 可是它增加了一個口感 是 而且經過這樣子 它有點像蛋糕捲的 沒錯 有點像蛋糕捲這樣子的感覺 看到沒有 這樣子擺好了 裡面 如果你放上海苔 如果放在這邊 乍看之下 它真的就跟 烘焙的蛋糕一樣 蛋糕捲一樣 可是它卻是一道料理 對不對 想吃 隨時拿出來 直接上桌 喜歡今天的料理嗎 趕快掃描我們畫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臉書粉絲團 讓你有吃又有拿喔 新疆名菜來囉 雞肉 馬鈴薯 辣椒 缺一不可的大盤雞 要理步驟很重要 看一次就學得會的餐廳菜 要教你做菜的李亞棠師傅 馬上教你做 這道菜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新疆料理 沒錯 對不對 而且它當主食 下飯都很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 做起來難不難 很簡單 很簡單 順序對就很簡單 對 順序很重要 對 OK 來 我們先整理食材 好 整理食材之前 我們先因為會有一個土豆 對 那土豆 你是因為做新疆菜 所以稱呼它為土豆 就不稱呼它為馬鈴薯了對不對 好 那我把皮用洗 菜瓜布 洗乾淨 對 刷乾淨 那帶皮吃是最好吃的 好 那因為它 它皮上也有一些扇子纖維 對 那我為了要不要讓它煮太久 所以你就切小塊 好 同樣是滾刀塊 但是呢 我的滾刀塊 讓它的厚度不要太厚 它都沒有到太厚的地步 這樣子它的受熱 就能夠比較快 不浪費太多的時間 對 好 那我們就先下油 好 先下油的話 我先去給它乾煸 那我乾煸的同時當中 就可以去帶油炸 哦 照理來講 像這樣子根莖類的東西 為了怕在鍋子裡面 炒的時候炒得亂七八糟 都會先過油 對 而且過油對一個 現在的這個飲食來講 不見得是那麼一個健康 不是健康以外可能會太麻煩 因為會浪費太多的油 沒錯 像這個做浮跳牆裡面的芋頭 也要過油 但是現在我們一面熱鍋 一面放進去裡面 藉油慢火 少油慢慢在裡面煸 讓它同樣達到四面八面 都恰恰 是 這時候的馬鈴薯鍋 完全都不用裹粉 對 因為它本身也是算一個 澱粉 澱粉的東西 我先把蒜頭切片 然後就把它切蔥段 是 然後蔥滷 蔥滷 對 洋蔥我就直接切丁 這個洋蔥 像在新疆 它應該也是隨處可得的一個食材 對不對 然後各種不同的料理 都可以把它加進去裡面 是 它以為可以增加甜味 是 那關心它一下 你如果還有很多其他的食材 需要整理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不用急 反正小火放在那邊慢慢煎 對不對 馬鈴薯也是一個滿耐 滿耐受熱的食材 是 對 那剛才馬鈴薯我們是切滾刀 對 所以小紅瓜也是切滾刀 比照辦理 如果這樣量 我們大概差不多這樣就夠了 然後最後下一個青椒 好 青椒 它是外來的一個食物 對 而且有點像 胡人那樣子 所以它一種 西藏 中東那邊傳過來的 是 我們先把紫根狼取下來 這個我就 一樣你如果是切 那種片段的 你就可以切菱形片 比照辦理 對 這樣它的形狀會比較一致 是 而且可以切方形 對 那有兩塊的雞腿肉 對不對 好 在那邊吃的雞肉 它可能是帶骨的 對 對不對 但是台灣這邊很多的時候 我們要不然就用去骨的雞腿肉 要不然就用雞胸肉 雞胸肉在煮的時候 可能溫度的拿捏上 可能要拿捏得很好 是 它才不會過彩 對 然後這時候馬鈴薯你會發現 它的顏色很漂亮 顏色好漂亮 對不對 所以它不見得是一個油炸 是 是 所以藉由小灰老師今天的示範 我相信大家對於這個 原來可以這樣子做 而且一定要這樣子做 是的 我們只要它兩面有一點金黃 就OK了 對 如果兩面金黃的話就可以 如果是用大火的話 就可以像教哥剛剛講的 裡面還是脆脆的 是 好 那差不多我們先把它起鍋 好 先起到旁邊來 對 這時候你會發現它的馬鈴薯 就有點金黃色 是 這樣子的金黃色的 其實上它有點像炸過的感覺 現在已經是熟了對不對 現在有點半生 我現在給它炒花椒 花椒放下來來先炒 對 等一下我花椒先炒之後 我會把它撈掉 這個有點花椒味了之後 對 有聞到了嗎 當然有聞到了 聞到之後我必須要把它 取出來 對 因為等一下如果沒有拉掉的話 嘴巴會有點忙 是 刀得乾淨嗎 可以 好 弄好 下一個 下一個 果然 炒到了 雞排我就讓它雞油炒下 是 雞皮炒蝦 我們向雞 藉油 那我今天的雞沒有下去醃 對 這道菜本身就比較重口味 是 我是認為就不用醃 等一下會比較 好 讓它拌熟 所以你是煎到一定的程度 再拿起來切對不對 對 我可以直接用 剪刀剪一點就好 好的 台灣這個雞肉真是已經被 飼養得滿好的 對 很容易就可以入到料理當中 是 然後這時候它油會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在旁邊 醃一下一些東西 醃一下一些東西 當你目測覺得雞油透過加熱 釋放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藉由鍋子裡面的油 哪裡有油 就把蒜頭 蒜末 擀到油那邊 我們來爆香 對 這時候雞排不用雞的做翻面 對 你就這樣 你至少要等那個雞皮 有那個恰恰的那個香氣 跟那個效果 是 才要來翻面 但是這一道菜 有點算太煸香的過程當中 會比較 重視一點 嗯嗯嗯嗯嗯嗯 訂閱 追蹤 開啟小鈴鐺 鎖定美味so much的YouTube 不僅可以學做菜 還可以得好康喔 哇 你這樣子已經轉移圈了喔 轉移圈 因為兩塊雞腿排 現在是有點比較低溫 對 那另外一邊的鍋的溫度 才不會有點空燒的感覺 是 溫度才不會太高 對 還好啦 你用的鍋子 它本身的厚度跟它的導熱 都非常的好 對不對 你還是覺得還鹹它 那麼太完美了 不是鹹它 就是讓它有一點愛吃它的感覺 對 好漂亮的顏色 好 之後我們就洋蔥 洋蔥 蔥白 對 進來 看著你的做法 我相信大家都愛上料理了 對 而且天天會不會回家吃飯 會喔 我等一下會 雞肉差不多再下那個孜然 好 對 因為 性向料讓它 因為雞肉畢竟有一定的厚度 厚度 對不對 然後洋蔥可以讓它稍微軟一下 對 洋蔥 加熱的青就吃它的脆 對 加熱的多就吃它的甜 是 這個是孜然 孜然 對 孜然我可以給它二分之一匙 二分之一匙的孜然 對 然後豆瓣醬 豆瓣醬 豆瓣醬我可以大概是給它 兩大隻左右 醬油 醬油 醬油或是醬油膏硬油都OK OK 對 我先給它兩大隻好了 兩大隻會鹹對不對 所以我們補一下味醂 補一點味醂 對 味醂才不會太鹹 好 味醂的話你可以加一點酒 沒有酒的話就不用 你要加酒 那我們加二分之一杯的水 好 加一點水 對 現在的雞肉大概頂多只有五分熟 對不對 對 它沒熟 對 然後我現在把它剪開 如果要跟它快點熟的話 就剪開了 對 反正它的皮已經達到一定效果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這一個雞肉 剪成我們所要的大小塊 對 當這個雞肉有了缺口之後 它這個熟的速度就會變得比較快了 是 這樣吃起來這道菜才不會太油 是 對 不然如果照做法的話 全部都過油 了解 而且透過這樣子的做法 你可以做 當然新疆叫做大盤雞 對 我們可以今天叫大盤鴨 對 對不對 OK 大盤豬 大盤牛都沒有問題 沒問題 這一道會比較重口味 而且它湯汁多一點的話 它也是拌拌拌麵 沒錯 沒錯 府上就應該多做這樣子的菜 對 這樣子加人才會變得比較 稍微胖一點 是 可是雞肉有點算還是要熟 是 可是雞肉它本身那個膠質 什麼東西出來了以後 再加上你剛才有一些那個 豆瓣醬那些東西 其實它本身那個膠質就會出來 沒錯 好 那馬鈴薯回來囉 OK 馬鈴薯也要吃味道嘛對不對 對 也要加到那個湯汁裡面去 一起煮一下 對 好 最後差不多囉 現在蔥綠 是 小黃瓜 青椒 好 我們可以給它滴一點香油 好 最後起鍋 滴一點點香油 還有一個風飽沒有進來 對 香油進來 是 風飽來了 好讚 下捲一下 這時候脆口的東西就不宜炒太久 對 對 否則炒了太久之後 它這個脆口的效果就沒有了 對不對 是 最後用大火收一下汁 然後讓所有的味道都跟食材拌均勻 好 好 上桌 好 來囉 在節目裡面能不能秀氣一點 因為有一個小盤子對不對 否則的話在外面店裡面 甚至有的人就拿那個四方 白鐵的大托盤 就這樣一整盤上去 才寫得出它的名字 是大盤雞 來… Q彈的雞肉 鬆軟的馬鈴薯 還有青椒小黃瓜的脆口 最重要是新椒的口味 保證下飯 來 上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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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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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